因为对顺差缺乏了解而有很多担心,这是一些孕妈妈倾向选择抛宫差的主要原因。 那么,这些担心是必要的吗? 宫缩痛,手术痛,VS,宫缩痛,顺差中的宫缩痛常常被一些妈妈形容为忍无可忍,痛不欲伤。 因为另一些即将封面的孕妈妈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惧和紧张,将其置为下地狱般的痛苦,不可否认,对出产妈妈来说,工作都是相当剧烈的,可能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痛。 但是,对于疼痛的感受,每个人是不同的,有些人难受性很好,并不觉得非常痛,有些人难受性差一些,痛感会较强烈。 图元,宝洛青山,云妈妈还应该知道,人的心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,左右着对痛觉的感受,心里越是紧张,纠结,挣扎,疼痛的感觉就越强烈,越无法忍受。 如果坦然面对,放松,心情,痛感则会减轻,其实,云妈妈应该将分娩的疼痛,看作是成为母亲的不可过缺的一步。 必须通过克服分娩痛,才能获诊近期,有人充分的心理准备,云妈妈就能体验到痛病快乐者的感觉,对顺产的接受度也会更好。 手术痛,和公铲并不能避免疼痛的发生。 图元,宝洛青山,虽然没有公缩痛的过程,但手术后,伤口的疼痛,一点不比公缩痛好受。 而且持续时间要比顺产的公缩痛长,未来使伤口的疼痛也会非常剧烈,甚至让新妈妈无法坚持母乳未央。 偷工产应该是在确实无法顺产的情况下,不得不采取的措施。 它对宝宝和新妈妈的健康,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。 愿妈妈不要被夸大描述的顺产公诉痛嚣道,即使顺产条件非常好,也非要选择偷工产。 增加顺产小技巧,是零分明,随着年龄增长,日性骨盆的关键会变硬,此宫骨盆底细和阴导的力量也会变弱。 发生妊娠剧高血压,糖尿病,心脏病等病发症的几率也会增加,这些都不利于自然分明。 一般认为女性生育最佳年龄为25,29岁。 控制体重,一般来说胎儿体重2.5,4千克左右,适合因到分明。 孕期孕妈妈可通过适量运动,少吃高糖,高质的食物,以控制体重适量增长。 理想的体重是孕期前三个月内增重2千克,三到六个月及期到九月刻增重5千克。 定期产检,孕妇槽,孕妇槽能锻炼腹肌,腰背肌和骨盆底肌的力量,持关节,韧带松弛柔软,有助于分明。 同时还可以缓解孕妈妈的疲劳和压力。 矫正胎位,通常运七个月内发现胎位不正,可继续观察部分胎儿能自行矫正。 若运30到34周,依然胎位不正,就需要矫正了。 胎位矫正操,起胸部位,运妈妈排空膀胱,松结腰带,在一板床上,俯撑,吸着床,臀部高曲,大腿活活床垂直。 胸部要尽量接近床面,每天早两个一次,每次做15分钟,连续做一周。 图圆,宝座千山,分娩准备,愿妈妈可以提前充分了解自然分娩知识,做好心理准备,饮食可吃鸡营养丰富。 利于消化的食物,为分娩储存体力,同时要有充足的睡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